台湾政府去年开放的大陆人士可以来台湾医疗美容与健检 不过现在似乎成了国安漏洞 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去年到现在有101位陆克借着医疗名义却逃脱未归 立委担忧这些人可能滞留台湾 非法打工或是窃取情报 拿出数据仔细分析 去年1月开放陆克来台医美健检 短短几个月累计6万多人 立委爆料其中101位陆克行踪成名 单单5月就增加了34名逃脱者 加上申请健检来台没有城市限制 百名逃脱者中高达96名居住城市 没开放自由行 但于是让没开放的城市变向自由行 还没开放自由行的城市 它透过这健检的方式入境台湾 那台湾也许进行非法的行为 也许进行情报的征收 也许进行非法打工 也许进行其他破坏社会安全秩序的行为 对于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 国安的议题 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各个医疗机构 他针对他的所谓的 他的服务的能量 来做个别医院的所谓的量的一个限制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移民署讨论 有新政府无法掌握逃脱者动向 沦为国安漏洞 移民署表示五六月份已规划实地访查 让立委实在听不下去 这个政策去年一月就开放 我们五月十六号才制定相关的配套的 查核的一个办法 这个是什么 先开放再谈配套 如果所有台湾对中国的开放政策 都是先开放才来谈配套 才来谈查核 那我们台湾完蛋了 这个根本就是本末导致 何欣纯说 如果连小政策都能开放一年半才谈配套 黄论目前正在谈的两会互设办事处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若已先开放再谈配套的态度 处理两岸事务 台湾只能处于挨打地位 防不胜防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镇祥张之轩 台湾台北才莫道